表情严肃不发抑郁 许久没落面的董事长徐勋平 召开经营国际股东大会 试图安抚股东们不安得心 会这么担忧 就是因为董事长徐勋平 在内线交易案例已经认罪 承认今年8月先后出托200多张股票 规避损失上千万元 而除了他小S的公公二度被传唤 也一改先前的否认态度 不出地结束 小S的丈夫徐亚军一路护着爸爸 穿着黑外套的许清祥 一上车猛打哈欠 表情超疲惫 原本不认罪的他二度被传唤 却向检方改口 任意考虑认罪并教会不法所得 徐亚军则依旧否认 法界人士推测 许清祥可能是想一肩扛责 让儿子全身而退 小部分的积蓄 就要给公公请他帮我处理 然后有时候在旁边偷听 他跟我老公聊天 然后顺便学习一些投资上面的东西 曾多次在受访时夸赞公公的投资眼光 儿子徐亚军也很认真在学习 无奈涉入内心交易 如果许清祥真的认罪 其实只要缴回犯罪所得 就算被起诉也能争取惠心 但检方看他态度犹豫不决 决定再给许清祥时间考虑 本月底一切真相就能揭晓 文青城文宇轩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